其實中國的文字建化它是成甲骨文 就逐漸逐漸演變成大鑽 在以前的文字做些方式都叫大鑽 到了統一的秦朝以後 全國的文字作為統一了以後就形成了小鑽 小鑽也叫前鑽 它是比較規範的一種 戰術它就是這兩個過程 戰術是線條為主 不可能撤去凳腳來的東西很少 其實我們一般的小鑽 小鑽鏈的時候都是一三倍開始 所謂的對筆的要求就是 最好用洋毫筆 因為洋毫筆的鋪號比較均勻 它梳洗的時候只要中鋒空筆的話 線條就拉得很美很漂亮 它主要是線條弧度構成的 但是為了好上水 有許的人也要用煎好 因為煎好適應 空筆要好空一點